遠嗨 inadequate 他的演員名字叫誰 女畢業 Derek 花樣男子的男主角 好貓 台灣叫做劉新語 劉新花園 就是非常紅的演員 現在在韓國應該算是人氣一級棒 H- 對,我覺得是黑最紅的 那 Sesame,因為夢想要實現 黑 我知道我最大的梦想第一是见到他 第二是见到他跟你站在一起 我觉得智琳的梦想应该是个全世界所谓的盗门寺山的一线 他不止脸乎手还出汗了 不是这么猛了 好了好了我们这个别欺负他了 我觉得智琳是在这种角色 怎么可能会请得到他呢 因为他现在这么这么红 快乐大饼应该很受韩国服务的重视好不好 而且那个据说李明浩很喜欢林智琳演的小乔这个角色 等一下本来是应该我来安排这个 怎么感觉是你们失气了吧 没有没有最危险没有最危险 没有最危险 那我们要不要来欢迎 就是这样的 好我们掌声欢迎李明浩先生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好是韩国版道路斯 他就是李明浩 那首先请你明浩像快乐大饼的观众 就是中国那么多喜欢你的朋友问好 对 大家好我是李明浩 好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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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各个 林智琳小姐就是 这么就是 哈哈 开始担心了 对 就是两个版本的道明寺 你更喜欢哪一个 哇 哇 坏人坏小孩 我觉得他非常优秀 然后很有那种绅士 就是贵族的气质 嗯 听说李明浩很喜欢林智琳 有这回事吗 有 我讲你太多 哎 很讲你 没有啊 我讲你太多 哈哈哈 对 对 对 哦 耶 你看他真的 快捷威远的那种角色 你真是喜欢小乔 那事实上呢 我们今天呢 既然就是 那么喜欢小乔 就是我们今天呢 有准备一段 非常有赤壁气息 有中国古典气息的音乐 然后我们把这个画面呢 只留给这个 呃 李明浩跟小乔 所以你是周瑜咯 周瑜咯 梁朝伟演的那个角色 梁朝伟演的那个角色